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震水平叠加处理是地震常规处理的重要环节 假设一个共中心点道极有三个地震道 经过熟度分析和动校正以后 水平叠加以后有效波就得到增强 随机干扰得到相对的虚弱 这里的三个共中心点道极动校正后浅层有畸变 畸变切除后的道极就可以水平叠加了 共中心点道极经过动校正后叠加起来 每一个共中心点道极叠加以后就变成了一道 把水平叠加以后的道紧凑地排列起来 横轴是侧弦方向的地面坐标 纵轴是反射波的双层旅行师 每一个共中心点道极都这么处理 直到把一条侧线上的所有的共中心点都处理完 最终可以得到比较真实反映地下地层形态的水平叠加泡面 将公区中所有地震勘探的测线都这样处理 有多少条地震测线就有多少条水平叠加地震泡面 地震多次覆盖的水平叠加处理 为什么能够提高信造比呢 设水平叠加后的总输出FT 为动校正后格道地震波 FT-data TK的叠加 格道地震波 波形没有变化 格道只存在剩余时差 data TK 其中K等于1R一直到N N是我们地震多次覆盖的次数 那么水平叠加后的频谱 FΩ就等于 无剩余时差 FT的频谱 FΩ乘以KΩ 在频率域中 水平叠加后的输出 相当于做了一次滤波 滤波器是KΩ 根据负列变换的食盐定律 可以得到滤波器KΩ的指数求和的表达式 这个滤波器就称为叠加特性函数 叠加特性的正负特性函数KΩ 也可以用正旋和余旋函数来表达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 可以将叠加特性函数KΩ 除以覆盖次数N进行规划处理 那么规划处理以后的叠加特性函数 我们定义为PΩ 分析PΩ可以知道 一次反射波经过动校正以后 不存在剩余时差 ΔTK等于0 叠加特性函数的值为1 这样有效波就得到加强 像多次波这样的干扰波 用一次波的熟度进行动校正以后 还存在剩余时差ΔTK 叠加特性的值是小于1的 干扰波就相对得到压制 如果将剩余时差ΔTK 除以地震波的周期T 可以得到一个与多次覆盖观测系统相关的量 αK 以至多次覆盖观测系统参数 就可以得到多次叠加政府特性曲线 PαK 只要合理设计地震野外观测系统参数 就可以让一次反射波在通放带通过 让存在剩余时差的干扰波在压制带被压制 从多次叠加的频率特性曲线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设计野外观测系统的时候 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不能让通放带太窄 多次覆盖水平叠加 尽管提高了性造比 但是由于水平叠加以后 频带整体变展 地震分辨率相对就降低了 水平叠加的统计效应和减波器组合法 在数学上征询同样的原理 当倒计类格道泡检区的差值 大于相关半斤时 这格道的随机干扰 就是互不相关的 N次覆盖以后 随机干扰只增强了根号N倍 而有效波则增强了N倍 所以多次叠加 对随机干扰的压制效果 是优于减波器组合法的 那么影响水平叠加处理的 主要因素有哪样一些呢 主要包括地震观测系统 动角震速度 界面裙角 以及反射波实际曲线特征等 地震倒间距 偏移距和俯盖次数 对水平叠加效果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随着倒间距 DataX的增大 通放带变窄 变斗 压制带向左移 有利于压制 与一次波速度相近的 多次波 这样的干扰波 但是DataX也不易过大 太大会使一次波 也受到压制 DataX过小 干扰波也处于通放带 那就不利于压制 多次波 这样的干扰波了 偏移距越大 通放带越窄 有利于压制 与有效波速度相近的 规则干扰波 但是也不易过大 太大会使某些 规则干扰波 进入二次极致区 影响压制 干扰波的效果 另外也会损失 浅层的有效波 覆盖次数N越大 通放带越窄 对多次波的压制效果 也就越好 但是覆盖次数太大 对赏存在一定 剩余时差的有效波 是不利的 我们对比一下 覆盖次数五次的 叠加偏移波面 和六十次的叠加偏移波面 大家可以看到 覆盖次数的提高 有利于对地下构造的 清晰成像 动校正熟度 对水平叠加效果 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熟度正确 能够将反射波同样轴较直 实现同向叠加 叠加效果就会变好 如果熟度太低 或者是太高 反射波同样轴较不直 都会使有效波 叠加效果变差 另外地层裙角 对叠加效果也有影响 当地层裙斜时 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水平 界面情况下 多次覆盖观测系统 进行观测 能满足CMP 但是不能满足CDP和CRP 而且反射点 分散在界面一定范围之内 并与界面的裙角有关 层在裙角时差 因此如果用水平叠加的方法处理 裙斜地层 必然影响叠加的实际效果 必须进行裙斜地层的裙角时差 校正 在裙角时差 DMO校正后 再进行水平叠加 该方法前面我们讲过 也叫做跌前部分偏移 但是DMO校正后的位置 离真正的反射点位置 还是有偏差 必须应用更好的 跌后和跌前偏移的方法 让反射点真正的归位 在地下构造复杂 速度横向变化剧烈的情况下 反射波的实际曲线 本身就不是双曲线 特别是在三维地层看探中 反射波的旅行师 还与炮简方位角有关 因此 无论采用什么动校正速度 可能都不能把实际曲线 叫成直线 这就会严重的影响 水平叠加的效果和成像精度 因此我们可以 采用跌前偏移叠加的 其他一些新的方法 来取代水平叠加处理 常规的水平叠加破面 是对共中心点倒计内的 全部泡检具 进行NMO校正后叠加 全泡检具水平叠加破面 不利于储存预测和油气检测 因此在常规水平叠加处理基础上 有人还提出了角度叠加 或者是叫部分角度叠加的概念 在部分角度叠加破面上 可以解释出全叠加破面上 没有的地质和热室含油气的特征 什么是地震水平叠加处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